一旦自尊心产生偏差 就会变成慢心 没有觉察的慢心 最后会障碍我们的修行 每个人心中都有慢心 认为自己很优越 很高尚 然而自己有的慢心 却不容易察觉 有些人到一个道场 他说师父 我应该怎么样修行 他既然问你这样 我们跟他讲 哦 你要先拜颤 从那个钥匙餐也好 哪一个餐你先拜 师父 但是我都在做什么 我都在拜什么 那你问 你这样不是要 不是要师父跟你讲 而是你要展现说 我都在拜什么 自己没有看到这一点 所以当你到一个道场 你问那个师父说 师父 我应该这样修行 他跟你讲的时候 你应该把你说以前的 是不是可以放下 听他说 那你要是不放以前的 那你就不要浪费人家的时间 因为你又要跟他请法 然后你又讲说 我就是都拜这个 我拜关系 你一句关系 就是你不改了 那你不改 为什么又要 浪费人家的时间 对不对 像有些人来 师父 你有用吗 我要跟你说 我要跟你说 一些什么 的事情 那你知道这个 事情是俗家的 还是修行方面的 这个很重要 要是要讲那些 是是非非 尽量不要 我们可以跟他请法 像我们的心性 怎么样 遇到那些事情 我们有起烦恼 我们应该怎么样 从哪里下手 是从贪方面 撑方面 或者是从吃方面 这边来跟他对峙 把他压下来 然后我们要怎么样 从这当中 我们来重新出发 这是才重要 我们因为 日子也不久了 因为你看几十年 一下就过去了 很快啊 我们没有浪费时间的 这个 尤其是现在 社会那么的纷乱 佛法说 有一分恭敬心 就能消一分业障 所以我们要借恭敬心 来改变自己的慢心 十方新闻记者 赖一荣 桃园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